祈求五穀豐收和盡平安 来第三线 出席的嘉宾们在特制的大水灯里 一去放入了泥土鲜花再撒上水 完成点灯仪式 接着大家带着雀跃的心情 步行前往南洪西释放水灯 祈福水灯上写着祝福与期许 象征祈求平安与农村新希望的开始 我们可以更了解在地的一些特色 一些年轻人现在想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用回家计划的这个来做 就是说让在外的游泽能回到我们的家乡 整个小地方埔里的观光事业 还有一些生活水平能够提升 然后也逐渐的能够带动这里的教育 不要让这个城乡差距太大 回家文化季活动已经漫入第三届 今年的活动完全是由社区30岁以下的年轻人共同筹划 为了推展社区产业 特别以员游会方式来呈现 现场近40个摊位 可以看到水斗社区丰富的农产品及特色 今年的主题就是要我们要以我们农特产 我们让每一个水斗社区人都可以透过农产品的特色 让我们的每一个居民能让我们这边的东西都卖出去 不是说可以在这里就位以外 来带动我们水斗社区 让我们的水斗社区还可以活跃 所有的年轻人还可以参加 后来我们可以交办和年轻人的学 我们的社区做得更好 更完美了 家世最温暖的感动 透过活动的举办 借由放水灯的方式 期望远乡游子 能够经常回家探望长辈父母 共同关怀于重视农村的发展 那当然也希望说我们的年轻朋友 能尽量回到我们家乡来服务 这是带动我们整个社区 还有产业观光的一个这一环 希望说年轻的朋友 我们呼吁他们 如果说有时间常回来我们家乡 或是回到家乡 为我们自己的产业来努力 这是我们的目的 雪头社区是一处美丽翠绿的农村社区 近几年来积极参与农村再生计划 希望展现社区特色 也希望借此能够带动产业及观光的活络 民意新闻宏一伦 博理采访报道 全面要起点 季無 몰라 区别人